小S在韩旅游数日 不少网友猜测G S夫妇是否同行 毕竟机会难得 3月15日 果然有粉丝发现蛛丝马迹 君业很有可能和小S同行 已经回到韩国 君业在韩国的好友 闪出现实动态 竟然倾现君业的爱车 一辆小店驴一辆重机 好友正在给这两辆车进行清洗 并配文8个月没有使用了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 这两辆车正是君业的爱车 因为君业上次晒 骑这辆车的时间正好8个月前 而同时拿出两辆车 不得不让人怀疑 其中一辆是给大S骑的 毕竟晒涂的这位好友 就是君业骑行圈中的好友 大家如果一起骑行 大S同行骑店旅再合适不过了 此前君业拍摄广告的 幕后工作人员透露 他把重机和自行车 都供运到了台湾 之后他也晒出过 自己在台北系自行车的Vlog 想必夫妇俩早就私下外出 骑行游玩好多次了 只是没有晒出来 大S从选择和君业闪婚以来 就坚持做自己 在采访中他也曾透露 两个人都热爱维生 于是欧巴自己买了一个维生机 想到什么图案就会自己闻 两个人还悄悄在大腿内侧 闻了一个图案 君业一直以来 都是一个兴趣爱好广泛的人 大S和他在一起后 能最大程度释放天性 拥抱不一样的生活 也难怪粉丝们这么期望 JS夫妇和小S一起到韩国 在台北时 由于要照顾孩子 且避开无处不在的狗仔 两个人始终不能好好享受生活 去了韩国 他们一定很甜 无论如何 希望两人能度过一个完美的假期 如果可能的话 删除一些照片和视频更好